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 坤哥将颖骑 我们骑行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路障 挡住我们的去路 不管是在山里遇到的树桩 还是石头 或者在马路上遇到一些台阶 那么我估计你已经猜到 我想说的动作是什么了 那就是邦内浩普吐跳 2跳的第一步是保持站立骑行姿态 注意你的脚踏放水平 前后脚要用力均匀 第二步我们要掌握抬起前轮来 重心向下趴 重心向后转移 手臂要伸直 臀部腰部要使上力量 重心向后坐 当你向后了以后 前轮会产生一种失重 抬起前轮来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第三步的动作 脚踏往下蹬 重心向上转移 你的人就慢慢跳起来了 这个时候顺势 抬后轮推车把 就跳起来了 当然在这个基础 你要一定要掌握抬后轮的技巧 新手的吐调 常见的有几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我们经常会拉车头的时候 拉歪 一起车头 我们就拉歪了 落地的时候如果是个鞋的话 会非常危险 容易翻车 那其实这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把车竖起来 你这样拉是拉不歪的 只有这样摆动是歪的 当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 手臂 肩膀 你的左臂 要成为一条有力的支撑 不能用力不均匀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一气呵成 我们要多多练习 抬后轮和抬前轮这个动作 当你掌握熟练了以后 你脚踏和脚配合的会更好一些 相对来说 选择一双好的板鞋和一个你脚踏配合的好的鞋 是非常重要的 经常看视频的车友们 肯定会发现一个小的不同 就在凸跳的时候 有的人是两个轮落地的 有的人是这个样落地的 一个叫做英式的凸跳 一个叫做美式的凸跳 英式凸跳和美式凸跳的区别在于 美式凸跳会让你支空时间更长 跳得更高一些 就像于这个样 那英式凸跳反应的会更快一些 因为它像是这样 我的左手相当于前轮 右手相当于后轮 它是因为反应更快一些 美式凸跳 重心向后转移以后 重心然后再向上转移 支空时间会更长 英式凸跳 当你拉起前头以后 后头迅速抬起来 但是在拉起前头的时候 是两轮一起往下发力 比如说我们在林间 迅速看到前面有个障碍 这个时候我们来不及做美式的凸跳 我们要做英式凸跳 快速方便地通过 如果你要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在肩边刷街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练习的是美式凸跳 当然熟练掌握这两个凸跳 会让你随机切换 应用自如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可可教你去 如果你对抬拳轮有不懂的话 可以在下方的链接找到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期见哦 我们下一期见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